北京奧運會的時候心情肯定是不一樣 尤其在我們中國自己舉辦這個奧運會 而且當時我們確實實力非常強 而且再加上我們是天使地利人和 感覺有壓力但是動力很強 今年我們依然很有動力 但是是在倫敦去比奧運會 這次比賽的壓力也更大一些 08年京奧橫掃單槓自由體操和團體賽 周海成為至1984年李寧之後 第二個在一屆奧運得到三金的體操運動員 這位24歲四川運動員很坦白說 衛免總是困難的 倫敦奧運變成領軍人物 前輩的教會就成為周海今時今日 和新人一起衝擊金牌的資產 他們退役了過後 他們在隊裡面訓練的時候 優秀的傳統和他們的精神 也保留下來留給我們 和他們一起比奧運會 這些陳怡兵我還有肖青 我們也會帶領著下面的一些 新上來的新人一起去比奧運會 我們也有這種精神 不過周海都承認 男子隊要再駐輝煌就要更加努力 在我們的全能運動員的選手比較少一點 主要的問題就是會在有些項目上會比較緊缺 但是我們強項依然很強 男子體上感覺最難比的項目就是阿瑪和單槓 這兩個項目是非常難比的 穩定性是最差的 不管是我們還是對手都是一樣 這兩項決定著我們在真團體上的看點就在這裡 外界普遍認為國家隊在男團依然實力紅厚 連同單項只是男子隊就有力爭取三至四面金牌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郭子龍北京報導 謝謝大家